郭京飞,1979年7月2日出生于北京市朝阳区,父亲希望他像自己一样做一个飞行员,加上他生在北京,长在北京,于是起名郭京飞。 高中毕业那年在报纸上看到上海戏进横通明星学校招生广告,以最后一名的身份考入该校学习表演。 2000年顺利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表演专业,在校期间成绩平平但是擅长模仿动物,大次那年他迷上了哲学。 2004年毕业后郭京飞进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,成为了一名专业演员。 幸运的他,不仅没有跑过龙套,而且当了全市男主角,演技经验和人气迅速提升。 2006年凭借主演话剧《牛芒》获得第十届左林话剧艺术奖最佳金人, 2008年主演《武林外传》获得第十二届左林话剧艺术奖最佳男主角, 2009年因话剧《罗米欧与朱英台》获得第十九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, 主角奖,2011年出演爱情喜剧电影《失恋33天》, 2013年主演古装职场喜剧《龙门标局》, 2019年6月14日,在第25届上海电影节颁奖典礼上, 获白玉兰最佳男配角郭京飞与妻子暴力, 在相恋一个月后便闪婚, 郭京飞出道多年以来总能把角色的特质精准地描述出来, 受到越来越多观众的喜爱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